经过将近四个月的调查中信金弊案 终于在今天侦查终结 承办此案的特征组将中信金大股东 估重量、大账房吴丰富 以及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荣等八人 依违反证交法、银行法等罪嫌起诉 其中最令人压抑的是早在民国93年开始 估重量的爸爸估连松也涉入其中 特征组在民国99年7月间 接后检举中信集团被告吴先生 违法将公司资产会自大陆地区 从事房地产投资等勤 查细被告吴老先生父子 陈先生、张先生、吴先生、张女士等人 设有霍素一之犯刑 被告吴老先生父子、陈先生等人 为规划投资大陆地区北京市顺义区房产 经被告吴先生指派下属前往北京实地查访后 及决定挪用中信金控资产进行投资 事后竟在同一天之内 以17层转费资金假冲销方式 这以掩盖及侵占犯刑 最令人压抑的是 吴重量掏空中信的过程当中 孤连松竟然也涉入其中 但是因为孤连松已经过世了 所以不起诉处分 另外当初有涉入红火案的两人 在中信案当中也有参议脚 现在检警正全力通缉当中 精通区刚才能够学 rég ago